向左和郭碧婷自从参加我家小两口以来 真的是话题不断 曾经两个人的恋情让网友觉得很惊讶 一个是普通人家的孩子 一个是豪门少爷 两个人怎么看都不相配 但是两个人还是走到了一起 并且在三个月之内活速订婚 现在更是到了谈婚论嫁 在近一期的节目中 向左和郭碧婷两个人就婚后的经济问题进行了探讨 淳于而门的向左直接表达 婚后想要妻子在家里边相夫教子 而且不想她辛苦去赚钱 但是郭碧婷却想要在婚后依旧坚持自己的事业 否则会被嫌弃 而且举了好多例子 让向左直接听蒙圈 观察室的向他看到这一切一直抿嘴笑 并且直言早就有了这个问题的应对方法 他已经给向左做了信托基金 既能够保持向左和郭碧婷的生活质量 又能够避免年轻人的挥霍 这个安排让网友倍感惊讶 向他还表示 郭碧婷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 如果两个人一个在进步 一个在原地踏步 那肯定是会有问题的 为了大家同意这个观点吗